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天威勇士的这个角色叫做阿蒂 一个砖头的载具 这个是我一个 这是我的好朋友任燕哥呢 他放在我这里的一些 让我闲暇时间可以拿出来玩一下的玩具 非常感谢他 那我今天的话呢 把它拿出来掰了一下 跟我预期的玩具呢 不太一样 首先它是一个需要自己组装的玩具 那整体的造型来说 下半身可以说是非常的臃肿 而且我大概上网查了一下 它目前台湾的网牌价格 大概是台币750块钱左右 跟变形金刚的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呢 价格要稍微低一些些 那实际上玩具的表现的话呢 就我是觉得以这个价位来说还算过得去了 它的身上的塑胶摸起来还算比较舒服 倒角处理也比较好 身上的光泽 反射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它有一些替换的部件 那么手 有握食武器的手型 还有张张开的一个手型 我们就不替换了 面雕的话呢 有几个替换件 首先这是一个戴口罩的版本 另外还有一个露出脸的一个表情 还有另外一个呢 也是口罩 但这个口罩感觉是比较大一些些 那当然它还有一个大型的这个砖头 这个我们变成载具的时候再来做替换就可以了 那本身的话呢 可动给各位看一下 头部的话呢 可以拔掉 而且是一个球形关键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头给干脆做个替换好了 直接做个替换 但是因为我的手的 这个有点这个造型的话比较滑 你这样捏的时候容易去滑掉 那我们把它换上一个露嘴的版本 那手臂360度的转动 噔溅了啊 这个这个自己组装的东西 果然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掉剑的感觉 然后肩膀这个部件的话呢 你要稍微这样子推平一点点 手臂的话呢 才能够达成一个平举 二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弯超过90度一些些 拳头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转动啊 毕竟它是一个替换的一个手型嘛 然后腰身可以转动 这里还有一些小小的空间可以搓动啊 裙甲也可以动 脚前后侧踢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膝盖的话呢 弯90度 这看得出来啊 这个小腿非常的胖啊 那由于这个动画片 其实当年很早很早年以前 在台湾电视台 华视有播过了啊 但是我已经完全不记得 它在演什么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都不记得了 那变形是比较简单的 后面的这个盖板的话 把它掀开 而且是掀开之后呢 直接翻到另外一侧 整个翻到另外一侧 然后呢 把这个脚的话呢 就这里里面的双动关节 把它给推过去 那脚底板的话 就这样收进去啊 直接收进去 这样子 到这边 这里是一样的 到这里 好 然后两侧呢 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把它扣起来 那这个手部的话呢 直接往内推而已了啊 但是它没有一个卡扣 没有办法固定住 所以手的话呢 就真的只是放在这里 好 到这边 OK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砖头 砖地机的一个形态 那 呃 这个 如果觉得这个砖头太小 我们就是把这个头部 做一个 简单的拔刹 这个不好拔出来 是因为它的形状 呵 它是一个 对的 它是一个 就是如果你手上有一点 就是捏 有一点滑了 因为你这样 你这样一直会把它给揪出来 你把它揪出来 那我们会用这个 长的一个砖头 这个的话呢 就有一点攻击力啊 这个玩具带在身上是可以 可以去抢劫的啊 当然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到时候新闻又爆出来 说玩玩具呢 会造成抢劫的倾向 然后 从哪学来的 从看护补习社的节目来的 那我就完蛋了啊 好了 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载具 下方的话呢 虽然有铝带 但是没有轮子啊 不过也很合理了 砖头的话呢 你自己要转动 当然是 也可以做出这个效果 那 总而言之吧 是一个 一个几乎可以说是 比较 比较大型的核玩等级吧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那就利用这一点时间的话呢 给大家做这个分享啊 玩一下玩具 那么呢 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